現在七年時間T17、T18已經浪費兩年半了 然後他的這個建築的計畫 目前有的蓋了25樓以上 要至少五年才蓋得完 所以等到七年時間走完 他這還沒蓋完 然後呢剛才我們市府官員的回答是什麼呢 他說沒蓋完就給他限期改善 限改再給他罰款 如果到罰款還沒蓋完就解約 市長聽了有沒有嚇死啊 如果最後是新售蓋到一半解約 那我們台北市搞了七年得到兩棟爛尾樓 在你的任內發生 我想公務員沒有什麼未來性要選舉的這個考量 可是市長如果發生這事在你任內 你卸任的時候得到四北科兩棟爛尾樓的話 那你以後什麼都不用再選啊 因為這會成為你任內最大的一個污點 所以我今天第一輪的時候跟你談的問題就是 你的招標的門檻 要怎麼樣從新售這件事情繼續教訓 市長剛才張維元議員的質詢 你聽了有沒有冷汗直流啊 他幫你把時間算好了 現在七年時間T17 T18已經浪費兩年半了 然後他的這個建築的計畫 目前有的蓋了25樓以上 要至少五年才蓋得完 所以等到七年時間走完啊 他這還沒蓋完嘛 然後呢剛才我們市府官員的回答是什麼呢 他說沒蓋完就給他限期改善 限改再給他罰款 如果到罰款還沒蓋完就解約 市長聽了有沒有嚇死啊 如果最後是新售蓋到一半解約 那我們台北市搞了七年得到兩棟爛尾樓 在你的任內發生 我想公務員沒有什麼未來性要選舉的這個考量啊 可是市長如果發生這事在你任內 你卸任的時候得到四北科兩棟爛尾樓的話 那你以後什麼都不用再選啊 因為這會成為你任內最大的一個污點 所以我今天第一輪的時候跟你談的問題就是 你的招標的門檻 要怎麼樣從新售這件事情繼續教訓 他資本額當然夠啊 他是一個受險公司 他有所有保護的錢啊 可是他資本氏足率不足的時候 他根本沒辦法開工啊 那你現在後面還有三塊要處理 T12 T3 T4要處理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設定一個合理的門檻 或者是要怎麼樣可以解約 當他已經顯露出來 他沒有能力履行在七年內 達到取得始造的這樣的規定的時候 他已經顯露出這跡象的時候 可不可以及早介入處理嗎 那新售這件事情市長我覺得你要主持大局 你要去談啊 因為我們關切的是說台北市整體的發展 市北科不管最後查出來有沒有弊端 這個科學園區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這次我今天第一輪跟你講的 第二輪齁 跟你討論一下 你市北科齁包括前面科文哲做的 跟你現在做的齁 他的用地的用途越來越不設限嘛 對不對 市長你了解嗎 我講的正確吧 那你這個用途越來越不設限的時候 昨天周刊有幫你算啊 T17 T18每一年可以多收9800萬 每一年快要多收1億的租金了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你的圖管規定 有三次放寬市北科 那圖管規定不斷的去修正那個都市計畫 科學園區的用途 三次放寬 在你任內也放寬一次 市長你知道吧 知道 現在已經放得很寬囉 現在第一層第二層跟地下一層樓 甚至呢 都還可以再加上再做餐飲業 做健身服務業囉 所以未來啦 在這個科學園區的名號裡面 可以做的行業越來越多 用途越來越多 那你用途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的價格越來越便宜啊 你在你的專案報告裡面也有寫嘛 就是說之前科師傅 第一次跟第二次招商的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候 還限於健康智慧相關的產業 那後來呢 你把它這個拆開來 不是你啊 科文哲第三次把它拆開來的時候 欸 土地用途更寬廣啊 可是權利金又變低啊 這樣子的估算方式有沒有問題啊 我的意思是 廠商他能做的東西 搞不好後來都不是弄科學園區了 市長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你的政策目的 在這樣子越來開大門 越來越開的狀況之下 你的政策目的還能達到嗎 你後面還有三塊地要飆啊市長 不過過去絕對過程先調查 接下來我會請健康我們做一個檢視啊 還有產業局